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达伦布朗觉得完全有可能 因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种屈从性 当他被权威的人指使去做某件事的时候 通常都会顺从 社会屈从性是生活的一部分 进化时已经教会我们顺从群体更加安全 节目一开始 达伦布朗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他打电话给一家咖啡店员工 谎称自己是警察 查到咖啡店中一个带婴儿车的女子是儿童绑架人 要求店员协助引开女子 把婴儿车推出来 结果那位店员真的照做了 这便是我们的顺从性 听别人的指使以为这是对的 就算是错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但其实这种顺从性存在着很大的危险 达伦布朗接下去的实验就会告诉你 这种顺从性还能操控人杀人 节目中达伦布朗设计了一场超逼真的慈善拍卖会 请演员饰演社会名流 整个场地安装了50多个摄像头 达伦躲在小黑屋里通过监控暗中指挥着演员们 Tom假装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慈善项目高管 他到被试验的小白鼠的公司 并邀请小白鼠参加慈善拍卖会 这里所有人都在演戏 除了小白鼠毫不知情 为了让这场拍卖会更逼真更有压力感 节目组还特地找来许多大万名人站台背书 夏洛克中的华生 英国国宝油炸书等等 可以说把真实和权威的程度做到了极致 节目团队分别对四只小白鼠做了实验 而主要呈现的是一号小白鼠克里斯 克里斯对拍卖会的真实度深信不疑 他还决心要在晚宴上好好表现 争取在这个高端的场所 结交一些高端人士 但节目组故意没告诉克里斯 这个晚宴是要穿正装的 穿着休闲装的 他在西装革履华丽礼服中显得低人意的 因此克里斯自动做起了一些 端茶地水拎包的工作 这里他的不自然听话服从性就显露出来了 他在服从命令拿包 配合着别人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傻笑 渐渐的 克里斯还会服从一些不正当的命令 比如汤姆让他帮投资人拿杯香槟 他毫不犹豫地跟着去做了 晚宴上的素食甜点无法及时送到 汤姆命令他在香肠甜点上插上素食标志 这种道德败坏的事情他也照做了 这些都是铺垫前戏 为接下来的高潮做准备 投资人在交谈中情绪激动 导致心机梗塞死亡 汤姆命令克里斯等晚宴顺利结束后再处理尸体 这会儿先把尸体藏起来再说 好端端参加个拍卖会竟然死了人 按照常人的思维 应该是该撤就撤 打电话报个警 无论如何也不该藏尸的吧 但没想到克里斯还是服从 试想一下 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你面前 另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义正言辞地命令你帮忙藏尸 不给你思考的空间 你是不是也会做出一些慌乱的举动 事态升级了 小白鼠慌了神 而接下来 克里斯又是被错认为投资人本人 参加拍卖会上台讲话 又是转移尸体 又是伪造摔倒的意外现场 克里斯全程紧张 脸部冲血 内心无比崩溃 但没办法呀 自己摊上事了 旁边的主管也一直承诺 完事后都会解释清楚的 疯狂怂恿暗示着克里斯 就这样 一直到投资人的妻子 突然出现在会场 他表示投资人有昏睡症 忘了吃药 并一发作起来 气息微弱 脸色苍白 就跟死了一样 克里斯这才知道 原来投资人并不是真的死了 这藏尸二人 便跟慈善活动的几个合伙人摊牌 然后去找投资人的尸体 没想到投资人已经自己醒来 并非常生气 冲上天台威胁要报警 不给慈善机构一分钱 在场的人员都害怕极了 他们有的害怕 拿不到项目会丢了饭碗 有的怕坐牢 总之大家在一通商量后 决定把投资人干掉 此刻投资人正好坐在楼顶的边缘 他们一致投票 由小白鼠克里斯去把他推下去 一边是被威胁送进监狱 一边是谋杀 制造意外现场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这也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了 一个没有犯罪前科 没有情绪问题的正常人 可不可能在72分钟内 将一个陌生人推下高楼 第一眼看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 肯定是不可能 当然克里斯最终也没有下杀手 但是这个实验一共做了四次 四只小白鼠中 就克里斯没有下手 其他三人都把投资人推下楼了 这都是人的社会服从性 在周围人的意见都一致达成时 你也会下意识地觉得 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对的 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 而后你放弃了自我思考 让群体帮你做主 你就主动将自己推入了危险境地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期 新奇有趣的真人秀节目 也许你会觉得 这个实验太具争议性 为什么一个人 到底死没死都分辨不出来 而且这也不能代表 所有的人性 先说尸体 节目中的尸体 是为投资人 专门打造的1比1的模型 从骨骼到肤质到手感 都和真的一样 甚至连体毛都一根根直上去的 所以当投资人死翘翘后 克里斯根本无法发现端倪 至于节目中所展现的屈从性和人性 虽然我们在现实中 很少会走到犯罪的那一步 但在一些或大或小的事上 我们确实很容易屈从别人 很多时候 明明内心很厌恶一件东西 却要表现得很喜欢 有时候明明不想聚会 却还是要在party上 与人皮笑肉不笑的交流 这些都是屈从的表现 只不过节目中把屈从放大了 这个节目其实并不是在挖掘人性的黑暗 学会生存和独立 而不为人所动 这才是实验真正目的 做决定之前要独立思考 如果觉得那是错的 就不要盲从 要拒绝 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反击回去 敲醒他们 你有过类似屈从于群众的经历吗 留言告诉贬斗吧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新奇有趣的真人秀节目 我们日后接着见 关注贬斗看电影微信公众号 BDCmovie 咱们下期见 拜拜